阿滴是在日子黨簽的這裡 謝安是在日子黨簽的這裡 算在八十月裡算 這位礦工嘴裡的阿德 就是總統賴清德 上任一百天兌現選前 承諾原本的萬里老家 變身礦工生活紀念館 馬上搶先帶你來看 像總統賴清德的萬里老家 我們可以看到老家裡頭呢 其實現在牆上是掛滿了 許多礦坑的照片 而再往裡面走 可以看到有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呢 其實就是賴總統 過去在照料母親的地方 而這個房間裡面 其實保留了原始的裝飾 就連這個年曆 也停在2022年的11月 而我們再繼續往裡面走 其實裡面呢 左右兩邊呢 這個牆壁上 也有很多的這個礦坑照片之外 還有這個標語 是礦坑內的警告標語 那我們來到二樓呢 可以看到這是總統賴清德的 萬里老家的原始模樣 其實這個大通鋪 都保留原始的樣子 而裡面的裝飾 其實相當的簡樸 而我們再繼續鏡頭 往左邊一看 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張書桌 賴總統回到萬里老家 都會在這裡看書 享受一個人的時光 紀念館10月中開始 每週五六日一天 4T次開放預約導覽 至於先前說好的交付信託 目前進度如何 那現在都持續的在進行當中 那當然因為過去在建架的過程當中 遇到一些困難 但我們持續的在進行 就職100天 總統也在臉書分享 新來威 強調台語執政團隊 將秉持永不放棄精神 帶領民主台灣 繼續立足世界 第一個100天 只是起點 期待攜手 走過未來很多個100天 今天也是新政府 就職的第100天 我們一如往常認真工作 為了民主 為了台灣 我們同樣勇敢堅定 探看金新聞和美麗島 電子報名調 滿意度分別來到55.6%和54.4% 信任度也過半 就看賴政府如何維持著數字 繼續拼民眾有感 TVB的新五客人 陳仁廷新別通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